我们现在来根据这五项来创建我们的最小个文件系统 第一 这两个设备文件 创建这两个设备文件 这两个设备文件怎么创建呢 用make a node的命令 我们先看一下 pc上这两个文件是怎么回事 它说是 c表达是字符设备 还有五项的主设备号 一是次设备号 那好 我们就可以make a node 我们先创建 make a delay divine divine目录 然后make a node console c字符设备 主设备号是五 次设备号是一 那这里说什么 不能permit 全线问题 那么加上一个速度 这个密码是123456 是我的虚拟机 还在速度 make a node num num也是字符设备 主设备号是一 次设备号是三 一三 创建完毕 那么第一项搞定 第二项我们已经也做好了 第三项 我们要构造一个init table 有你不构造的话 它就是有这个相当于有着一个默认的配置项 那显然这些配置项我们并不需要这么 我们并不需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想做什么呢 我们只想启动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 我们只加一项 又加这一项好了 make a delay etc目录 创建etc init table 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就这个 很简单 我们终端 终端放在哪里去 control 我们现在是这个是最简单的配置文件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里面只执行一个 ask first 这执行一个边向 这是一个程序 它的标准输入 标准输出 标准错 就定位到device control里面去 那好 第三 我们配置项也做好了 那第四 那显然就没必要了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指定用户程序 我们只想先做最小根文件系统 等会我们再一个个完善 say cool say cool怎么来弄呢 我们看一下电子书 安装say cool 那我们把所有的电 so文件 烤过来就行了 这个-d -d 表示说 如果它本来是个链接文件 也让它保持一个链接文件 如果你不加-d的话 那个链接文件就会奔 它就会烤成真正的那个文件 那这样就会很大 我们先看一下 cdwork tool gcc ls-l看一下 这就是所有的库 点A表示静态库 我们不需要静态库 我们只需要动态库 所有的 你看这里 这个是一个链接文件 链接到这里 如果你不加那个-d的话 这个文件就会被拷贝成 这个文件的内容 这个库就显得很大 那我们来拷贝 用这个命令来拷 copy 新.so 新 考到哪里去 work 我们的第一个文件系统 稍等 我们还没有创建 那个立本目录呢 work nfs 先创建这个立本目录 然后再考 新.so 考到work nfs first 立本 考到立本目录下面来 在个-d选项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最小的根本件系统了 1235都做好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去指定我们的应用程序 而第四我们要去做 这就是我们的根本件系统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最小根本件系统 那这个最小的根本件系统 怎么烧到我们的开发板上去呢 我们要做一个印象文件 怎么做这些印象文件 这里这两章有说明 怎么制作这些工具 我们来先看一下 我们首先制作yark5的印象文件 而这个书上 书上说的这个方法是制作yark5e的文件系统 我们现在是yark5e2 yark5e是对那种小页的nameflash用的 但是每一页有512字节 我们现在是每一页是2048 那我们得用这个大页的 makeyark5e2的 那这工具在哪里 在这里 这是以前我已经解压好的 我先把它删掉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里有一个文件 叫做yark5e source youtube 这个是工具 large small 这个工具里面 已经修改好了代码 它可以支持大页 也可以支持小页 我们把它解压说看一下 解压说就得到这个目录 我们到这个目录里面去 到yark5e2里面去 youtube 然后执行maker 这修改 怎么修改 这里就不说了 是在这个目录下面 只行maker 这就编译出来的什么东西呢 编译出来的这么些工具 yark5e2 imagine 这是应用程序 makeyark5e imagine 我们用到 我们就是用这个工具的 把这个工具 把这个工具 拷过去 加上stool命令 拷到这个pcg的 那个系统目录里面去 copy makeyark5e2 imagine user local bin 加上可执行属性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 就可以去创建 这个文件系统印象了 怎么做呢 makeyark5e2 imagine 我们直接回车 看一下它怎么做 makeyark5e2 imagine delive目录名 imagine5 好 显然就这样做 目录名是first makeyark5e1 first5e.jark5e2 这就是我们的 第一个文件系统的 印象文件 我们把它从pc上考过来 我们来烧写 我们来烧写 没有usb使能引脚 它直接接到复位引脚去的 那我们要先关一下电 等这个自备消失 然后再重新上电 看空格 稍等一会 等这个设备出现 我们就可以用usb下载了 输入y 然后打开dmw 发送文件 发送我们一盘下面的 first这个文件 好 现在就开始烧写文件系统 输入b启动 看一下 这句跟我们分析的时候 不是吗 ask first 它先打印出这一个 你回车之后 它才会去启动 那个应用程序 它里面就只有一项 这就是我们的 第一个根本件系统 那我们想来再完善一下 它怎么完善 还得再修改这个配置文件 比如说我们想用ps命令 诶 发现它说没有这个poc目录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继续修改 我们要make a delay poc 有了这个文件 即使你有了这个poc 这个目录 还是不够的 还得挂载一个虚拟的根文件系统 比如说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单板上 即使make a delay proc 然后ps 但还是没有任何东西 那怎么办 在这个内核里面 这些当前程序 当前有哪些应用程序在跑 这些信息 它怎么收集的 内核提供了一个虚拟的文件系统 叫做proc文件系统 我们看一下mount-t proc non proc 在ps看一下 这个ps命令 大家会去这个proc目录里面 看一下有哪些程序 看里面有什么内容 你看一下 在proc里面 就有一大堆这些文件 1表示竞争pid号为1的程序 我们到这个1里面去看一下 fd呢 目录里面 proc1里面的fd 就指向了devile console 标准输入 标准输出 标准错误 输出 输入 错误 这个proc 就是我们的内核提供的一个虚拟的文件系统 那显然 我们想在这个文件系统里面就自己做好的话 就把这个proc放上去 然后这个挂载 如果你不想去手工去挂载的话 你不想手工挂载的话 那你就得自己来挂载 那怎么挂载 再加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这个配置文件很简单 那我们再加一个好了 再加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加上这一项 加一个脚本 那好 那好 我们还得创建这么一个脚本文件 make.delive.etc.init.d vietc.init.d rcs rcs里面加什么 加上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句话 mount 一启动的时候 它会就会去执行这个层 执行这个mount钢TPOC 如果说你想增加其他命令的话 你可以在里面加上去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另外一种方法 除了这个mount钢T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mount钢A这个命令 mount钢A是什么 mount钢A是什么意思呢 mount钢A 它就是去读一个 mount钢A 它意思就是去读出etc fs table 根据这个配置文件里面的内容 来挂载文件系统 我们现在当然可以直接用这种方法来挂载文件系统 也可以 rcs 也可以直接用mount钢A这个命令 mount钢A这个命令会依赖于一个文件 叫做etcfs table 这个etcfs table的内容 有哪些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项 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etcfs table的格式 它的格式就是这样的 device 挂载哪个设备 对于我们的这个device呢 我们是poc这种是虚拟的文件系统 这个device你可以随便写 mount钢 挂载到哪里去 我们是挂载到poc目录里面去 什么文件系统呢 是虚拟的poc文件系统 还有这些参数什么什么东西 好我们就不用管 我们先直接写上这一个这一行就可以了 第一行我们讲divine这是注释 mount point 第一行我们讲divine这是注释 还有type option 还有dumper这什么东西 先不用管 好我要挂载什么呢 挂载poc到挂载点 文件系统类型 使用的墨烟参数就行了 零 零 当我们做了这一种之后 我们在这个脚本里面 脚本里面用mount钢A命令 mount钢A命令要干嘛呢 他就去读取这个etcfs table 根据他的指示去挂载这些文件系统 我们给他试验一下 他就去挂载了 Maker要不放在toolimagine 要不把它烤过来 重启系统 我们可以关机后再重启 或者拔掉那个JTA记线 再重插 先让这个设备消失 否则的话 它是这个pc就没有去重新识别 这个usbdevice这个设备 这个我是重插这个usb线 好 我们再输入UI 把刚才的文件发送过去 它开始好写 我们看一下psps命令就有效果了 catblockmount catblockmount意思是什么 大家就查看一下 当前您挂载了哪些文件系统 来看一下 这是个文件系统 这个proc也挂载到这里去了 好 我们继续来继续完善它 我们看一下 divide的目录下面 现在只有这些东西 我们divide的目录里面的东西 它对应于那些设备 对应于那些驱动 那我们有成千上百个驱动的话 我们一个一个去创建这个device目录 那岂不是很麻烦 我们有一种办法 叫做U-divide机制 在linux里面叫做U-divide U-divide是干嘛呢 它就是自动创建 device目录下面的设备节点 在这个b-book里面 有一个简化版本 叫做M-divide 它是U-divide的简化版本 我们看一下这个M-divide怎么使用 我们还在b-book里面搜索一下M-divide 在多个目录下面有个M-divide 从头读到尾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 它里面会教你怎么做 就说要做这几项 一二三四五六六项 那好 首先呢挂载一个文件系统 挂载到System目录里面去 还要挂载一个文件系统到Divide目录里面去 那显然 我们在这个文件系统里面 要make a delay System make a delay 当然还不需要什么东西 第一步 第一步和第四步 我们看下怎么做 我们看一下电子书上 这里一下 一双M-divide创建设备文件 就这几项 那我们就加上这 这几个就可以了 第一步 把这个System Files 这也是个虚拟的文件系统 挂载到System目录里面去 类型是System Files Divide System Files 还有一个 还有这一个 Temper Files 挂载到Divide目录里面去 里面有什么东西 文件系统类型叫做Temper Files Divide目录 Divide目录 0 0 好 第一步和第四步 我们已经做好了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接下来就是 2356 2356怎么做呢 你就在这里做 mod-a 那就根据这个配置文件 fs table 创建好了 挂起好了 那些文件系统 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 烤过去就好了 etc init.drcs make a delay 就根据这个来做的 mod-gand-divide pdx 这个什么用途我们不用关心 展示不用管它 echo 这个proc system 从这名字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hot plug 热拔插 那显然就mdy 当你自动的动态 加载某个驱动 或者插入U盘等等 的时候 它就会 内核里面 内核就会调用这个hot plug 这hot plug 是指向谁呢 指向这个mdy 这个程序 就会自动的去 创建那些设备节点 mdy-s -s的意思就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就先把原先 内核现有的那些驱动 都给创建出来 那些设备节点 都给你先创建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 在使用这新的文件系统之前 我们device目录下面 只有这两个设备文件 用了这个新的文件系统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等会我们重烧一下 好 来重烧 先关电 再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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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啟動 大家看一下 Divide的目錄下面 就有一大堆这些东西了 这些设备文件呢 就是MDI给我们自动创建的 Cat Block Amount 它挂起了那么多文件系统 好了 我们这个文 我们这一个最小的根文件系统 基本上就比较完善了 我们现在想使用 其他的文件系统格式呢 比如说 这个是写错的 叫JFS2呢 一般来说这个JFS2 这个文件系统 一般是用在No Flash上的 当然我们可以用在NAM Flash上 用在NAM Flash上怎么做 首先也得制作一个工具 怎么制作工具 这里有说明 我们来演示一下 这里首先要有一个压缩包 我先把它删掉吧 我们重新来做 TAR FGAF 在另一方面 很多程序都得先配置 才能编译 Share意思会编译到的动态库 Refix就表示 它安装的时候 是安装到这个User 在User目录下面进行安装 然后Maker 最后是安装 我们安装的时候 是把它安装到系统目录里面去的 系统目录 因为我们得用ShotDo 加上ShotDo权限才能够使用 才能够有那个权限去安装 如果你交叉变异的时候 千万不要 如果你某个程序是交叉变异的话 千万不要ShotDoMakerInstall 它会破坏掉你的系统的 为什么要先安装这个东西呢 这个Jlib 它是个压缩库 这个JFS2这个文件系统 它是一个压缩的文件系统 这个工具 那个制作这个工具 那工具里面又用到 这个压缩的包 那我们先把这个MTD 这个是给删掉 重新给大家演示一下 直接Maker 到这个YouTube目录下面去Maker 然后ShotDoMakerInstall 就有了这么一个工具 MakerFS点JFS2 这工具怎么用呢 杠N杠N杠N 什么意思 我们咱就不管 杠S 杠S表示 一页的大小 我们现在一页的大小是2048 就跟这个书上不一样的 是2048 杠1 我们一个快是多少 128K 杠D表示 哪个目录 杠O表示输出 点JFS2 这样就可以了 注意这里 如果你用不同的Flash的话 这个参数得相应的修改 杠S表示一页的大小 杠1 一类似可插足块的大小 好 我们把这个轮件拷过来 它是个压缩的文件系统 它比我们的YAC5小了几乎一半 然后重启一下我们的系统 关电 等这个小时上电 输入J 然后用DNW发送过去 好 我们来启动 它还是以原来的YAC5 你还是以这个YAC5来挂接 那显然是不对的 那我们现在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我们得指定一下 这个根文件系统的类型 怎么指定 在命令行里面指定 命令行参数里面 我们设置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root fstype rootfstype 强制指定 如果它不能自动识别的话 你就要强制指定的文件系统类型 然后启动 现在就是以JFS2来挂载了 好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最后一种方法 这个制作 我们制作了YAC5 JFS2 而且烧写了 我们发现我们没改一下这个文件系统 就要烧写一次 那有没有办法不烧写呢 当然有办法 我们要用这种网络文件系统 NFS 就是说这文件系统是放在服务器上的 然后我们这个内核启动的时候 直接去识别出服务器上的这个目录 把它当作我们的文件跟文件系统 那自然就不需要去烧写了 那怎么做 我们在做这个之前 先看一个命令 没有网卡 Internet 我们接上网线 然后配置我们的IP 192.168.7.11吧 只要处于同一个网段就可以了 我们拼一下服务器 不好意思 拼射错了 是1.11 1.19 那确实拼得通 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挂接 我们现在先手工挂接 用flash 要先从flash上启动 跟文件系统 再用命令 挂接NFS 首先你要挂接跟文件系统的 你要我们来看一下 要挂接 NFS 那想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第一 你这服务器 允许 允许那个目录 可被别人挂接 然后第二 这个才是你自己的自己去单板开发板 那这个服务器怎么允许这个目录可以被挂接呢 这就是NFS服务 它的配置文件是etc export 在这个文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定义这个目录就可以了 这个目录 我们想要让这个目录能够被别人来挂接 i should do vi i should do vi export 加上这一下 这是个目录 然后把这个同样的拷过去 然后要重启 这个NFS服务 Listart 好 一般来说这样重启之后就可以挂接了 那是我们要试验一下 我们在这个PC上这里 在PC上自己挂接自己的文件系统看一下 192.168.1.19 work NFS服务 我们现在这个是试验一下 在服务上自己试验一下 能不能自己挂载自己 把这个目录挂载到NMNT目录里面去 确实可以挂载 那么显然 第一步搞定 再看一下第二步 单板去挂载 mount mount到哪里去 我们要创建一个目录 MNT mount-T NFS no lock 192.168.1.19 work NFS root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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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nt 现在挂载好了 我们在这个MNT目录下面看到这些东西又跟服务器上面 这个目录下面的东西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要在这里 echo一个 hello 到test 点 创建这么一个文件 我们创建了这么一个文件 那在开发板上 那在开发板上立刻就能看到这个文件 在这里 这种方法是启动之后去挂载的 启动之后去命令去挂载的 那另一种呢 就是直接 让 从NFS启动 那怎么直接从NFS启动呢 那就要修改命令行参数 我们来重启一下 开发板 我们看一下这个命令行参数 root等于divinemttblock3 那么如果我们root等于divinenfs 不就可以从网络文件机种启动了吗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参数怎么写 好 我们改一下 把它弄成 NFS 那既然是网络文件系统 那肯定得解决 解决什么东西 你要挂载到哪里去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参数 NFS启动参数 要设置什么东西 再想象一下 第一 肯定是服务器IP 否则你不知道挂载到哪里去 还有目录 然后第二 你不要去挂载别人吗 那你肯定也得设一下你自己的IP 设一下自己的IP 这是有一定的格式的 这格式在哪里 在这里 我们看这里有没有NFS 这本其实没有讲有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NFS的格式是怎样的 这个格式我也是忘记了 让我们来搜索一下 在Beerboard里面没有 那我们再在内核里面搜一下 那里面是肯定会对他有所分析的 那里面是肯定会对他有所分析的 我们看到这么一条 我们看这里有所分析的 那里面是肯定会对他有所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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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点的话 是肯定会对他有所分析的 produk定会对他有所分析的 在我身份析的 中国唯有没有大 was 伟移或 estiver 消除此今以后 在圣 longe快se 这个参数我们中间没有不好找 那我们只能去网上搜索一下 这个用到网了 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些 我们找不到什么东西 找不到某一东西的时候 经常在网上搜一下就好 mount divine loot等于divine nfs 参数 我们就随便可以找到这么一句话 现在有nfs root 那我们就可以在内容里面搜索了 搜索内核的时候在linux服务器里面搜索会比较快 它的效率远远超过windows 这里就有很多例子了 甚至不要找 document 我们有nfs root 这个文档里面肯定就有说明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查找原代码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 园 你要设设计啊 还要设计该讽可 Peregritt 还要设计该设计 fegritt 这些参数怎么回事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我们一个把它分解开来 root等divineNFS服务器192.168.1.19 冒号哪个目录呢 workNFSrootFirstFind 用中过号表示的东西呢 是指这个参数可以省略 兼过号表示的东西就不可省略 columnIP就是我们单版的IP 这个serverIP再写进去 网关 我们随便写一个 因为是同一个网段的无所谓 直网研码 255.255.255.0 hostname名字不关心 divine 我们是第一个网卡 innet0 有些设备可能有多个网卡 那你用哪个网卡呢 就是说autoconfig 从名字上大概给看出来 自动配置 我们不需要自动配置 no off 这里都有说明 这里都有注释的 autoconfig 然后我们dhcp 自动获取IP等等 我们是off don't you的不使用 自动配置 OK 这参数 就是这样的 这参数的意义 在于这个 内核的document nf root里面有解释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参数 一设置下去 setbootax 设置好 我们就可以启动了 网络文件系统 服务器 挂载到哪个目录去呢 挂载到这个目录里面去 我们当版的IP等于这个 等等的网关 研码 第一个网卡 好 启动看一下 ls test.test 出来了 就跟服务器上这个东西 完全一样了 那我们现在再来试验一下 我们写一个程序 hello.c程序 stand.io.h printf 100ask hello 我们写这个程序 然后编译一下 linex gcc hello -o hello hello.c 我们编译出来这个hello程序了 那我们在服务上编译 然后我们现在就用网络文件系统启动了 就可以直接执行这个hello 这样就很方便 因为我们在开发阶段的时候经常用这个网络文件系统 只要我们开发弄好了 然后再把它烧到达文上去再出厂 这一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